粉丝提问,如果防剧的效果是增加生命值,不是免伤,游戏会怎样? 这个想法很不错,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 变化一,击杀会更慢 现在防剧的效果都是免伤 最高的三级防剧也只不过是免伤55% 很多时候人被击杀了,可是防剧却还在,没有被打坏 现在防剧直接增加生命值 那人物的血量将会超多,比以前会更耐打 变化二,能秒杀人的武器废了 在以前像栓狙,十字弩,火箭筒,手雷都能够秒人 可现在防剧是直接增加的生命值 如果有三级头和三级甲,那么血量直接暴增500点 加上原本的100点血,那血量就会直接达到了600点 这些能秒人的武器基本都不可能秒人了 尤其是栓狙,十字弩也变成脑痒痒了 变化三,舔包将看防剧的血量值 现在我们舔包首先看的是几级防剧 三级头和甲肯定是最好的 其次是看防剧的剩余耐久 可现在就不是看防剧等级了 而是直接看能加多少额外生命值 三级头就剩50点耐久 如果你是满耐久二级头 在以前是必换的,可现在就不是了 就算是一级防剧 只要加的血量够高就行了 小伙伴们,Dance你们怎么看呢 好了,我们下期见